外头下着雨一名驾驶一次想要从外侧车道切进内向车道 没想到这一变换驾驶突然失控打滑闯进了对象 这一闯不得了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 失控了驾驶自己侧翻还撞到一辆计程车 甚至波及一辆大货车场面是相当的混乱 来看现场的状况被撞的机认车整个车头撞烂 下巴保身杆掉了下来 里面的安全气囊也爆开 侧翻的轿车车壳碎片掉满地 警方接候报案出动了吊车 将受损车辆调离现场 避免这样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辆拥塞 而警方调查这事故发生在7号下午4点多 西美市板墙福州桥下往树林路桥 一次变换车道打滑量货 而这一撞造成两名驾驶受伤 警方检测三方都没有酒驾 也提醒这几天全台都有雨在外开车骑车减速慢行 天雨路滑千万要小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